古代长城是中国古代的一项伟大工程,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 起初,长城的建造主要是为了防御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侵袭。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代统治者的扩建加固,长城逐渐成为了中国防御的重要屏障,也是中华文明的象征之一。 古代长城蜿蜒曲折,横贯中国北部的山川峡谷纵横数千里,有的甚至延伸至沙漠之中。 长城的建造历经多个朝代,每个朝代都在前人的基础上加以修筑加固,形成了今日所见的壮丽景观。 长城的作用不仅仅是防御外敌,更重要的是它促进了各地区之间的交流和贸易,加强了中央政权对边疆地区的控制,同时也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和历史记忆。 然而,尽管长城在历史上起到了重要的防御作用,但它并没有完全阻止外族的入侵。 历史上曾有许多次长城被攻破的记录,例如蒙古大军的入侵就是一个重要的例子。 同时,长城的修建也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给当时的社会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与古代长城相比,现代中国政府建立的网络长城则是在数字时代应运而生的一项措施。 网络长城是指中国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技术手段和政策措施,以控制和过滤互联网上的信息,以维护社会稳定和政权安全。 网络长城的命运与古代长城有所不同,虽然它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但也引发了一些争议,包括对言论自由的限制和个人隐私的侵犯等问题。 随着技术的发展和信息传播的不可阻挡性,网络长城可能面临着逐渐失去控制的风险。 就像古代长城一样,它也可能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崩溃或失去原有的效用。 综上所述,古代长城和现代网络长城都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出现的一种防御措施,它们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防御外敌的作用。 然而,它们也都存在着局限性和不足之处,可能随着时代的变迁而逐渐失去原有的意义。 这种对比与类比,让我们更加深入地思考了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以及人类在面对外部威胁时采取的应对措施。